大家好我是董正隆 那在这边呢我很想要跟你分享啊一个主题 就是呢我最近看到这影片呢 他在说了一个故事就关于呢你要你要做什么 你要多渴望你到底要多努力才有办法成功在任何主题上 这个故事非常有趣说马上就讲 就是说曾经呢有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他就问一个在网路行销上的大师级的人物 一个老头子然后他已经非常非常成功有名 那有一天呢在聚会的时候他就遇到他 然后就问他说哇这位大师你究竟呢你可以跟我分享你 你在网路上赚这么多钱这么成功的秘诀吗可以告诉我 他说好年轻人你是真的很想要知道吗 他说没错你是真的吗 他说对好那你明天凌晨四点到那一个沙滩来等我 他就想哈我我是要请教你如何成功的方法 啊你叫我去沙滩游泳吗 他说那你你是真的想成功吗 他说对很想嘛对好那明天早上凌晨四点来那个沙滩 好所以呢他想好吧算了那我就穿个短裤然后干嘛 凌晨四点到沙滩来就到沙滩的时候那老人家就坐在那边 然后那年轻人就说那你要教我 呃要怎么样在网路上成功吗 他说对好我现在就教你你现在呢走到呢 那个海里头然后他说哈你我是要成功啊你来找我游泳吗 这个英文听起来很好笑他说I want to succeed not swimming 就是有一点点押韵吗 我不知道就是好所以呢他就说好那你就去啊 结果好啊神经病他就有点这个这个人很成功呢 他是不是有点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那然后呢他都没关系好那我就走到水里头海水里头 就是水呢淹到身体的一半 他说年轻人现在呢在往更深的方向走下去 他说哈是真的假的 他说那那那然后他就说你是真的很想要成功吗 他说对啊好往更深的方向走下去 然后这一次呢淹到脖子了 脖子的时候呢那个人就就说 然后呢然后他说你现在在往前再走 他说干啥你神经病啊我不做了 你要害死我吗我不是来这边自杀了 然后就那个老人家就说你是真的想要成功吗 那那你就继续往前走 他说不要不要 然后那老人家就拉他 拉拉拉到更深的海水里头去 然后就拉他扯扯之后 他就说好然后又被拉进去 然后好这一次呢就是 他在走到更深的海里头 就呃啊皮子都被都被淹住了 没办法呼吸 他说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呼吸 然后他就挣脱啊我跑掉了 他说他就跑掉了 好这个故事啊是怎样 那个老人家就说这就是你要多努力才会成功的秘诀 哈什么什么 就是呢你必须要当你一个人快被溺死的时候 在海水里头被溺死的时候 你最想要做的是什么 是是唱歌吗 跳舞吗 玩乐吗 干嘛 不是你唯一想要做活下来没错 就是要呼吸嘛 所以他说你必须要你对成功的渴望 必须要像你快被溺死的时候想要呼吸一样 如果你能够在任何的主题上任何的计划上 你的决心就像你要呼吸一样 那么你就会成功 这个是非常激励人心的事情 事实上我以前也有讲过 你到底要多努力才会成功 答案是努力到你成功为止 你的字典不能有放弃 然后他是在强调说 你必须要努力到你就想要呼吸 所以呢 你甚至睡觉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吃饭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些人废勤忘食熬夜干嘛 都要成功 这个就是在强调 你对成功的意图的渴望之强大 然后超越了所有的一切 那这样子 你就可以在任何地理上成功 所以呢我希望呢 这个故事呢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 那下次跟你分享更好的故事 跟一些讯息 好那我是董正龙 他要转搜尋第一站的负责人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